哈喽大家好,我是兵哥 今天呢,是我在房车上生活的第956天 那么威海旅行攻略的第四站 就是以前我来过的东浦湾房车营地 当然了,前几次来啊 兵哥也没有详细的介绍 只是分享了一下房车停放到这里 那么这次呢,兵哥和叶姐会把这里的基本情况 和旅游的攻略详细的跟家人们分享一下 东浦湾的房车营地位于威海火车站15公里处 也是千里海岸线自驾公路的第一站 累了,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 我们去看看大海 哎呀,我们去看看大海 走,快走哦,年马 这呢,来 猪辆车吧,去海边 要不这个年某暂时放赖了,我这一看 你平常不挺能跑的吗 现在都不走了呢 啊 猪辆车,猪辆小车 带着年某去看大海 坐下,坐坐坐坐坐 坐好,哎呀,这个淘气 啊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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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年马 感觉如何 啊 防水营地海水浴场 对,海水浴场走 对,海水浴场方向 继续走起 放进了个字 你人手还打上来 呃,那么这个平台方便旺区呢 下面就是海水浴场 这个真是一万无地的大海 一万无地的大海 今天呢,有点雾 所以说看的不是很远 正常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可以搭帐篷 晚上在这过夜的 然后咱明天在这儿来住吧 可以啊 继续地往前看一看 这边也可以直接下去去 沙山下面 下山的话就可以游泳了 对,马上再有一个月就可以洗海澡了 哎,老实点,年马 那么这块下去呢 就是一个海水浴场 不 你看看写的啥 宠物 宠物 仅止入内 听不听见 这个海水浴场 配套还是比较全的 看那边 就是一个淋浴的 就是 免费的 公共淋浴区 然后呢 这边还有便利店 呃,有泳衣可以提供 这边呢 是一个男更衣室 那么女更衣室 粉色的就一定是女色 女,女士的更衣室 这里的海水浴场 确实是不小 只是现在呀 没到时候 呃,一那是疫情 二是现在天气还不是很热 如果啊,没有这些影响的话 这个地方是很热闹的 海水浴场的后面呢 就是它这一个黑森林区域 呃,去年万一来的时候啊 也上里面撞过 你这又采了一些野菜回来 哎呀,你要干啥? 你要干啥? 走,黑森林里面怎么样? 哎,这里面 有没有来露营的感觉 走 我领来 来 去哪儿了? 走 哎呀,这里面真是一个贴然的大氧巴哈 鸟鸟鱼花香啊 啊 现在的时候,还是早一点哈 哎呀,小年宝 干啥呢? 我就掌鸟鸟 嗯 掌鸟鸟 累了 累了就歇一会儿 一会儿我们再上他那个 房车录音区去看一看 我们都看过了 主要是 给家人们做一个旅行的攻略 走啊,年宝,你干啥呀 不愿意下来,不愿意走,一步一步一步了 追他,看他走不走?走,你看他 嘿嘿 放赖 你说你是个 你说你是不是个懒狗 啊,是不是个懒狗,走到还不走 哎,还是抱的 走,走了 就脑子完了 脑子有衣服的脑子白的 嘿嘿嘿 咋啥呀,你还要躺着 嘿嘿 快躺着吧 这样舒服呀 你说他是扎脚,是不大愿意走 啊 刚才那么脚就不掉了 对,他想扎脚 对 原因在这里啊 我赶紧走我感觉挺脚的 小虎各脚,小年宝哈 你说明显是不是放嘞 你说你明显是不是放嘞 你说 这样把他躺上,他还得躺上 这样,这个姿势比较足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走了 上那个黄车营地那儿走一圈 你早晚了,你下来吧,现在 走喽 打个跨银盘 哈哈哈哈 咋的 不是要上去把的 这边呢,就是黑松林的正式入口 往里进 我和燕姐呢 现在正从海水浴场 往这个房车露营地 还有游乐场方向走 快点蹬 紧蹬 呵呵呵 这边呢 就是一个儿童的游乐场 也有很多的游乐设施 然后呢 这边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大草地 夏天来呢 也可以帐篷露营 那么他这个位置啊 就是一个房车 专用的 露营地 他有水电桩 旁边呢 还有洗菜池 就是一个房车 一个院 看看 冰哥的房车 就在这个一号博位里 单独一个小院 有花 有花坛 还有一个洗手池 是不是也挺好 然后转过来进去 就是他一个露营酒店 大概能有 能有一个 六期时间吧 有单独的小院 也有两个 房车 组成的 何家欢 就是 小四合院 也有 这还有 这个卖饮料的一个小瓶子 很方便 这是一个单独的院 这是一个单独的院 金子房 两个大瓶 对 那么这个户型呢 就叫 何院 就是两个 拖挂式房车 在一个院里 来两家 两家或者四家都可以 两家再烤肉串 闻到香味了 闻到香味了 咱也烤点了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关于冬孔湾这期视频呢 暂时做到这里 明天还有个详细更详细的视频 冰哥会在明天 给大家 发给大家 明天视频分享 明天视频分享 另外一个是 提前跟家人们说一下 冬孔湾这里呢 也是冰哥 威士捷房车的协议单位 所有来这里的家人们 联系冰哥 都会有很大的折扣 就是 如果说旅游旺季 我们家 应该是跟旅行大型旅游团 是一样的 优惠折扣 家人们可以放心来就行了 有事找冰哥 好了 冰哥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冰哥说明天见 拜拜